下一個我們要介紹的東西叫做聯通管原理 這是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我是這樣子教的 因為它會跟計算體有關係 我們以後再算到氣壓的時候 一些氣壓劑的計算 脫離千歷的計算 或者是有些這個計算 都要用到這個想法 所以我就這樣教 相聯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同一個水平面上如果壓力不同 水就會從液壓高的地方流到液壓的地方 到它平衡一樣為止 它一樣為止 這是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因為它會跟計算體有關係 要用這個想法去做計算做解體 所以我這樣教 這樣教 所以這邊有一個東西 不管它的形狀長成什麼樣子 有A點跟B點 這兩個是同一個水平面上 它的壓力就要一樣大 如果壓力不一樣大 就會有一個推動力 讓它從壓力大 剛剛流到壓力低的地方 直到它相等為止 才會保持我的淨水 淨值的抑抑 所以這叫做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我教的聯通管原理 OK 這是一般老師會這樣教 等一下會有圖 就是我的意面要平 你看左邊這個圖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有沒有一樣 沒有 為什麼沒有一樣 因為深度不一樣 它就會流過去 流到右邊的圖 就變成怎麼樣 深度就會一樣對不對 那意面是怎麼樣 意面是水平的嘛 意面是水平的 意面就會是水平的 所以它這樣的話 就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水平面 上面的意面水平 所以底下的同一個水平面 深度就會一樣 壓力就會一樣 OK 叫做相連通的同一個液體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必相同 一般老師教的 很會長這樣 就說這個 叫做我是聯通管 所以我的意面就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左邊底 左邊底 像剛跟你講那個 意面要水平 右邊就是 你看管子的形狀不一樣對不對 有直的有斜的還有凸的 可是意面都會怎麼樣 同一個水平面嘛 同一個水平面上 都會同一個水平面 所以這就是一般老師教的聯通管原理 告訴你 聯通管 我們水倒下去之後 意面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用這個方法可以做一些運用 古人啊 那個工匠會拿一個水管 旁邊裝水 然後掛在門兩邊 然後看那個門的高度有沒有 一樣 就是兩邊要對齊 同一個水平面才會對齊 這裡講的是那個熱水平 前面有一個透明的 另外可能換個珠珠 然後你看那個珠珠的位置 就知道這個水風有多深 因為它內外是聯通管 會在同一個水平面上 來顯示我的存水的高度 就是聯通管原理的運用 聯通管原理的運用 好 那就是問一個簡單小問題 自愛水公司是怎麼樣 把水送到我們家的 那萬一你家比自愛水的水檯要高 那怎麼辦 就是用剛才的想法就會知道 來 現在換男生嗎 好 找一位大帥哥男 找一位帥哥男 帥哥男 叫做28 28 28 那充帥 什麼送來的 什麼送的 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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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搭搭 你公司啊 水平面就聽到很奇怪 什麼叫水平面 能不能想要稍微有程度一點 稍微符合理化一點 好啦好啦 饒你一命啦 簡單就是聯通管原理啦 就是我送出去的時候 它要跟我原來的水塔的高度一樣高 因為聯通管要同一個水平面 我就把這個水就給它送出去了 你們要升到跟我一樣高 你們就連過來 就張到水了 那萬一你家比它要更高怎麼辦 打馬達 就要加壓 你說對打馬達 我家就要住在小山上 所以我們家的水要經過好幾個馬達 然後把它弄上去 所以我們家的水費比較貴 因為要收那個加壓的錢 要收那個加壓的錢 所以我們加水費比別人稍微貴了一點點 因為收加壓的錢 那就想辦法加壓把它拱上去 壓力不夠嘛 你把它加壓把它拱上去 拱上去就這樣做 就是簡單的聯通管原理 這個很簡單 就是考試問你說我會在同一個水平面 聯通管原理 但是後面再做 剛剛講過了 大激壓力 脫理切力實驗的那種題目 激壓力的題目的時候 我都要用到我教的想法 什麼想法 相連通的同一個議題 同一個水平面上壓力並相同 以後看到題目 你們就曉得就知道了 OK